《非诚人》伊丽莎·修伊特 Eliza E. Hugh 1851年至1920年 和艾米丽·威尔逊 Emily D. Wilson 1865年至1942年 分别作为诗人和音乐家 为我们提供了一首福音歌曲 以独特的美国方式 捕捉了19世纪后期的复兴精神 卡尔顿·阿尔阳·卡尔顿·阿尔阳 正确地指出 这首赞美诗应该位于内战后 为司理讲道和敬拜的大部分 复兴主义和复灵主义的结合 复灵论是19世纪上半叶第二次 大省觉的产物 在1840年代达到顶峰 为司理工会和进信会 是这些歌曲的主要来源 这些歌曲通常包含在适合主日学校和复兴的收藏中 虽然与长老会结盟 但伊丽莎·修伊特的歌曲是复兴的产物 许多读者可能是在主日学聚会 主日晚间崇拜或复兴中唱这首歌和其他类似主题的歌曲长大的 伊丽莎·艾德蒙兹·修伊特一生都住在费城 她是女子师范学校班级的告别演说家 在那里她教了几年书 修伊特在主日学运动中表现突出 在北方无朋友儿童之家为青年奉献的时间 在加尔文长老会 她担任主日学监督 尽管脊椎疾病使她居家多年 但她还是学习了英国文学 并撰写了数百篇文章 除了《都到天庭》之外 她出版许多的赞美诗 也为当时一些著名的福音歌曲作曲家写了文本 艾米丽·迪文·威尔逊 1865-1942年 也是费城人 作为卫理工会牧师的妻子 她经常与丈夫约翰·G·威尔逊 John G. Wilson一起参加Ocean Grove 费城卫理工会会议记录指出 威尔斯夫人是她尊敬的丈夫 公认的灵感来源 她受到所服务教会会众的爱戴 她的音乐才能 对当地教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还有她在戏剧艺术方面的能力 曲名When We All Get to Heaven 《都到天庭》 是由静兴会赞美诗 1956年的编剧 归因于威尔逊的音乐 关于这首曲子 卡尔顿·阿尔阳 卡尔登·阿尔阳指出 主日学进行曲 描绘了教会 她的使命以及中心的基督徒 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角色 无论现实如何 赞美诗旋律线的文本 是当今许多复兴歌曲的特征 诗歌创作的内容 研制于约翰福音14章2节 在我父的家有许的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哥林多后书4章17节 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七十路21章4节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七十路2章10节 你不要自食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作者和作曲家 从发自内心 表达深知 并且信靠上帝应许 为选民预备地方的惊心动魄 选民再次短暂的逼迫 乃是要成就主的荣耀 当他在临时 选民不再有悲哀 酷嚎 疼痛 凡忍耐到底 致死忠心的 必得生命的冠冕 就是永远与约和华同在 赞美耶稣 奇妙之爱 天家恩门为我开 在那光明荣耀福地 祝为我预备安在 我们都要回天家 今世相如到那日真快乐 我们要见旧主 我们要唱唱的声歌 我竟如同旅客行路 是有黑云者前途 我们要唱唱的声歌 等我走完今生路程 酒物贪心与愁苦 我们都要回天家 今世相如到那日真快乐 我们要见旧主 我们要唱唱的声歌 我们于好这面 每天都要唱唱的声歌 我们要唱唱的声歌 我们都要唱唱的声歌 unos alta年都要唱唱的声歌 我们上唱唱的声歌 我们安定当苦 lid 我们称 on hum 我们要唱唱的声歌 赞美耶稣请了知爱 天家恩命为我开 在那光明荣耀福地 主为我预备安宅 我们都要回天家 今时想如当那日真快乐 我们要尽旧主 我们要唱唱的声歌 我今如同为何行路 时有黑云着前途 等我走完今时路程 久无探险与愁苦 我们都要回天家 今时想如当那儿真快乐 我们要尽旧主 我们要唱唱的声歌 今时想如当那儿真快乐 我们要尽旧 我们要求当那儿真快乐 我们要尝尝的声歌 我们都要回天家 今世相悟的乐日生快乐 我们要尝尝的声歌 我们要尝尝的声歌 我们要尝尝的声歌